花开花落又一面 郑局长 这片肉须总共是430多 开采完之后压舌的压坏的 再压下马套的集材 又压坏了一些 现在应该不足三成了 136个 这俩 你听过你们家小墩子和马的两 他们家孩子 带起岔的那个童谣吗 童谣 咱们的林子 咱们的山 咱们的头子 南南的天 小火流水 大河满 花开花落又一年 可我们现在 都是干些什么 下个小号 郑局长 你说那个童谣啥意思 他把心都放在咱们林区工作上 怎么说停职就给停职了呢 今天不说这事 说说你们大队 这个月能不能完成两千立方 工作上没问题 你就放心吧 现在大家的工作干劲相当高 我拦着拦不住 晚上不让他们加班都不行 怎么做到的 这不秃头顶的 实在明摆着吗 你们领导都到我们作业大队来 跟我们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块干活 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 我们心里明白 国家现在困难 需要木材 我们就没有道理 不好好干活 这个月你们拿下两千立方 我就在全局 数你这个典型 数典型那都无所谓 只要能把任务完成就行 有什么困难没有 困难倒是有点 最好能给我们作业大队几台油锯 那生产任务就能翻一翻 眼下的粮食还够 可是就是缺少点油水 如果能给我们弄鸡桶豆油来 那就更好 这个局里马上解决 曹书记 现在在我心里边就有件事 不太踏实 我不知道在这 可不可以跟你们说 有话就说呀 那我就说了 你说现在我们吧 把心思都放在 完成工作任务上 所以在完成任务的同时 很可能我们就 孤头不孤定 万一要出点什么差错 那你们当领导的 可不许找我们后站 好大一片胡同林哪 这里边一定包了不少山鸡和袍子 郑局长 这可都是一等一的木材啊 这是我在小学院里 看出最好的胡说的 我得赶紧回去 先把那两个报告 这是放脑术的产量 一天赶上别人就能两天 我看了这位子 你俩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这离赵世民的法区挺近的呀 那郑局长 你这怎么还想到二是大队呢 你先看着算是谁的 我说什么 干吗呢 青山头啊 我跟你说啊 先发哪后发哪儿 厂部说的事 要规划呢 谁想发哪儿就发哪儿 都不知道套了 我们怒合你 郑局长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这几个大领导 前两天因为啥 抓起脑感的 这时候看 不就因为产量吗 这地儿多出活啊 谁不知道谁傻呀 郑局长 你官大 你跟魏处记说一声 把这块地皮给我们得了 他不敢不听你的 可我现在呀 已经说着不算了 你说的不算谁说的算呢 你是局长 他是书记 这点事做机靠吧 一匹木材出手了 你们俩把每次拉木材 和卖木材的钱 都给我保管好了 你们俩都得记账 钱先放在那儿 我可跟你们俩说 这个事把罪过闭眼了 郑局长 你把超额完成指标的名单 也统计好了 明天晚上吃完饭 就给他们 把奖金发了 那行商量知道在这儿 他每天晚上都会敞步 人发发 第二作业大率 和第一作业大率 都有明显的提高 天哪 这二大队昨天一天 就快到了一百立方米 那照这样下去 三月份就能干到 两千立方米 我看可以干到两千五百米 老星 你可真有仇啊 魏书记去了一大队 他们的情况也不错 这两天就能赶上来 这两个队 现在都创造了日产量 最高记录 咱们先去调度室 看一下第二大队的日升展量 他们可是创造了奇迹 好 看完了以后 咱们再去第二作业大队 采访他们的大队长赵志敏 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劲儿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回到市里好好宣传一下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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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兄弟们 今天中午改善火势 大煎饼绝土豆三日 哪儿来的 病好啊 能让大煎饼 大嫂子 你怎么来了嫂子 来 来 给你们做饭来了 马队长 嫂子来了 嫂子来了 妈呀 妈呀 因为你来了 妈来了 谁给我们做饭来了 改善火势了 你怎么来了 来 妈又闲了 你咋造成这样的 你来干啥呀 是咱来当监工的吧 我是给大伙做饭来的 可不是为了你来的 嫂子 你这山上这么苦 你们还 不好意思了 你们的工作那么累 那我不来 你们不天天吃夹生饭哪 对呀 嫂子 我代表临厂 那他感谢你 没想到 你们真的上山来 马队长 你还不赶快 谢谢嫂子 谢啥呀 她早该来了 你看 这大煎饼 那都是我们自己 磨出来的面 是你瘫的 以后啊 你们想吃啥 你就跟我说 我跟小串儿给你们做 来 来 来 咱们这么关心咱们 咱们以后干劲 是不更足了呀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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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着漫天的大风雪 又豪华 被门出两河 天之旁山好极 而云无尽要山 望一望之片大小明明 望一望葡萄边 望一楼之大红松 好奇也参天 好奇也参天 小星岸令发败里 抗尽的连战 特朗天 弱得罢败里 郑长 张绿 张绿 你们俩怎么来了 我们去第二作业大辈采访 顺道来看看你 郑局长 这是李阿姨要给你拿的药 谢谢啊 这条件坚固 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这个人哪 我在这儿跟大伙在一起 多好啊 江中 老乡 不认识啊 记得记得 对的 张绿啊 马有乡同志 让他创作了一个新的工作方法 把生产能力要推好一大块 我在厂部的时候 看到一大队的日产量 仅排在二大队后面 啥 我们在二大队的后面 是啊 他们干几活儿 那是一个赛一个干劲冲天 张绿长 今晚你别走了行不行 你就留下来给我们好好说说 二大队有啥好经验 是啊 今晚就来注意吧 王永祥他们一大队创造的 流水作业法 和裁党造调这四法 是个新的工作方法 你们应该坐下来 好好地讨论讨论 然后呢 在全局进行广泛地推广 这是采 主要是放倒树 别的活不干 这是打 把树枝打成鱼眼圈 把套子往山下拉的时候 能顺顺当当 没有挡头 这是造 把木头按等级分成段 这样减齿好减 木材质量分得一清二楚 这是钓 断开的木材 卯成横单咬住 马套子一下子就能拉走 不耽误时间 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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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酒姑 不怕味 混成功 只能够我自己享用啊 还马上 再上场 我妈叫我家去 现在啊 现在 那我把刀扭下 快去 马队长 马队长 邓队长找你呢 郑队长找我 这谁干的 谁干的 这是你们一大队的罪区吧 是 肯定就是你们干的 郑队长 您别生气 这事啊 我一定想法把这个 干这种事的人找出来 去 把全罪 都转到这儿了 郑队长 现在大伙正忙着呢 我让大伙来 这不是耽误生产吗 那你就不怕大伙没来 郑队长 我现在 忙一下 郑队长 你听我说呀 我们现在正在跟二大队 打了一坛 输赢我 不在乎 但这个月的生产指标 我们得完成啊 不然的话 我怎么能对得起 我这个大队长的称号 我今天晚上开会 一定把这小子给找出来 我会 不会严肃处理的 郑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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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呀 我一定 严肃地处理他 今天是哪个小组去捣木圈 打烧柴的 这个小组砸折了十七棵 六七年树林的红松幼苗 如果当时处理得及时 这些小树苗还肯定能长成大树 可是他们呢 可能是怕队里发现 就偷偷用斧刀 把那些小树苗 从根到苗都给砍碎了 用血给埋上了 是谁 站起来 看党手材 就那么几个人 站起来 朱星虎 好 打烧柴的小组 是你负责吗 是 郑队长 这是 小子 大哥 快 快 大哥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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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你 你冷静冷静大哥 你坐下 你这小子你还是个人吗 你还是林野工人吗 我都应该拿你当可树 终在那儿缠 朱星虎 小赵 我给你们说个多少遍 看树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小幼苗啊 你们是吃了包子胆了 小树苗砍断了 不告诉大伙儿 偷偷地 就把它给剁了 怎么想的 你们跟大伙儿说说 为啥 是 是 手长肝的时候 没注意 把那些 又 又说都 弄 弄 弄断了 弄断了 你们是用斧头 偷偷地把这些小树苗 连根栽苗都剁断的 是 咱们队里有明确规定 一个人 要是砸断了三颗小树苗 就罚一天的工资 是不是这样的 是 是 那你们怎么就记不得了 你们是不是怕 队里要罚你们呀 要罚你们也不能干出这种 断子绝孙的事吧 对不起 马队长 现在你说对不起 晚了 你是打烧财小组的负责人 我现在宣布 大队的决定 扣 朱信武 赵国安 五天的工资 队里决定 朱信武 听功反省五天 别听功啊 马队长 别听功啊 不听功打的 我错了 马队长 别听功啊 我求你了 现在后悔了 完了 咱们现在队里生产任务这么忙 咱们人手也不够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 我不愿意啊 但我必须得这么做 我是希望咱们 第一作业大队的所有职工 从今天起 能够记住 爱护树苗 把这件事 真的放在心上 别笑 笑什么你笑 这件事有什么可笑的 我们俩坐下 魏书记 你也给大伙说两句吧 让张集庄说吧 这个 大家都干了一天活了 说一句心里话 你都很累 本来我不想说 但是 就接个这个事 把这婆婆嘴啊 还真就来说了说了 别拿树苗不当回事 同志们 别觉得咱们邻居有了摄树 毁坏几棵没什么问题 更被添了树苗了 不对啊同志们 哪一棵餐厅大树 不是小树苗长起来的啊 我们伐不顾人 就这样不管不顾 就咱们这么伐 这么砍 这么毁 那还有后来嘛 伐一棵树很简单 一带烟的功夫就完事了 可是长成一棵树 那需要年头喽 国有国运 家有家运 咱们邻居的运 都掌握着大伙的手里 你们大队长说得好 要爱护保护树苗 要把它放在心上 干活的时候啊 别毛了更光的 顾身不顾后 手下留点情 心里有个树 咱们能为 咱们这个小仙灵的未来着想 树苗 是大山的孩子 也是我们的孩子呀 干吗 是大的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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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郑局长 郑局长 都这么晚了 你还不歇着 郑局长 您是不是因为 今天晚上开会 我大嗓粗吼的 您脚子有点不得劲 那这样 你就刺瞪刺瞪我 我刺瞪你干啥 那就早点回去歇着吧 我有点担心呢 您是不是担心那些小树民 我下来的时候啊 答应孩子们 带着他们来看看 一望无尽的森林 那百年的参前大树 是怎么长成的 我想全国各地的孩子们 来咱们大森林来抱抱 那百年的大树 这只有现在担心 几个人都摟不过来的大树 还能不能存在 这帮孩子还能不能看到 这些百年的大树 我们把树砍倒了 这些树都倒在他们生长的地方 一天伐上百棵树 郑局长 那砍伐 不是国家给我们下达的生产指标 那你说我们 不是越伐得多 越对国家有贡献 是 生产局的指标就是我下达 原来那个书记就是不敢接我下达的任务 我不是担心你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我担心的是 你们现在心里只有完成任务 郑局长 我不明白了 那你说我们现在 不就是要完成生产任务吗 你知道吗 我天天都在想 要是我这个作业大队完成不了生产任务 我该咋办 我做梦都在想 我在想 我们要是能一天罚得上百棵 上千棵 上万棵树 能够把那片山都给它发光了 这不就是我们林业工人该做的吗 也是咱们林业工人应该有的觉悟啊 是 这就是你我应该有的觉悟 独干我多做贡献 这仅仅是一种觉悟 但是不如光光有这种觉悟就够了 光光有这种觉悟 那我觉得多砍书就是我命里注的最大的觉悟 难道还有其他觉悟 我想国家的建设需要木材 需要大量的木材 而且需要更多的大寿 那么多 咱们子孙后代 是不是也需要这么大寿 成长的这块土地的人们 都不需要了吗 现在你们天天开 月月开年年开 没有节制 对大山对森林没有进入之心 看到一棵树啊 没有代言的功夫 这长成一棵树 那可就上百年几百年的功夫 郑局长 你说的这个觉悟是大觉悟 可怎么才能让人都知道这个觉悟呢 所以我想 保护幼苗 这是一件大事 咱们 走一步 不可不怕 走 人都叫停了 人都叫停了 老范 马掌子都换上了吗 大队长 你放心吧 这些马掌子 起来给劲呢 你跟着我干啥 大队长 这 我也想当护林员呢 你不打个护林员 你不打个护林员 你别想了 人家韩州跟我说了 大队长 你说我这本来吧 这也就是打个山西套着也吐啥的 你这两天 你说跟郑局长这个溜达溜达 这我身边他不就把林子也护了吗 行啊 行啊 让我想想 队长 这些前两天我跟你说 那些红村民全是一等财 能卖个好价钱 不错 你小子行啊你 不过 我们二大队好像没有这儿这彩罚小号啊 你知道厂部 披个彩罚小号不就得了吗 这事你放心吧 现在红村价格好 抓紧弄两个人上来 先罚他时刻 急什么你 过两天 我派两个小组上去 先抢发他五十米把产量先提上去 然后抽出几根好木头里卖 不是完了吗 妥子 妥妥的 你咋的了 没事我肚子疼了 咋肚子疼了呢 不知道咋的就是胃疼 所以说就让我休息了 胃疼了 嗯 翠儿 去整一碗玉米糊糊给他喝 不用不用不用 太费事了 不费事 一会儿就好了 你看你们一天 热一口冷一口的 那饭又是夹上 那胃能不疼吗 你快上床去躺一会儿吧 不用 嫂子 习 习惯了 喂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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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嫂子 你 你干啥呢 这 这 这都这样了 咋干呀 我们这咋子呀 有几大不能碰 木匠的斧子 挖匠的刀 光棍汉的床铺 我也不管你光棍不光棍汉了 你瞅瞅 你这还能盖吗 你们这帮老爷儿们出门在外 这也真是不容易 粥好了 快去吃吧 小心烫着 还疼吗 还疼吗 不疼了 你老家哪儿呢 俺老家在山东海洋 那是哪样的 是吗 那咱俩是老乡 这就是缘分 山东老乡 跑大老远东北这嘎子 都到东方河林场了 你们俩得互相照应着点 你还疼吗 不疼了 那不疼就去上工 别泡病号了 嫂子我没泡病号 你不是不疼了吗 不疼还不去上工 我 我 我 行了 你泡你的病号 翠儿 来 帮我干活 好 好 好 你走了 好 证据掌让我误误的就是爱护小树苗的事 这不是我嬴忍的事 是大火的事 是我们一大队的事 也是我应该醒悟和检讨的事 我想想这么多年来 我伸一脚浅一脚地毁在我身上的树苗有多少 我不敢想也得想 想明白了我就敢正联朝政局长了 姓吴啊 这勤工烦行怎么样 我告诉你啊 你别一天都躺着肠睡大觉 大队长让你勤工烦行 你要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驴皮屑 皮屑还不小 干什么去 怎么了 马队长可是说了啊 下坡的道上大伙绑腿自己要检查 可不能打滑石溜再拽死两个 不理化度 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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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时间差不多了吧 干活了 郑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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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去了 我咋的 小权总 大队长 你咋的 对你的处罚不符啊 谁让你出来的 不是让你在家写检讨吗 我 我 你非要来 回去 安部 叫你回去就回去 郑局长 咋的 郑局长 我这是在收拾他们 郑局长 我得让小山都明白 不 我俩都得明白 我们要想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护小树苗 这都啥时候了 谁还顾到像这个啊 咋的了 林海领管局的文件 你看看吧 保护幼林建立保护制度 你让通讯员啊 把这给喂出去送去 他说咋办就咋办 小树不是回来休息了吗 人呢 还真是 是 王勇 喂 喂 啥事儿 看见朱姓武了吗 朱姓武 不是 刚才我在这儿捅过炉子 我看见他躺在这儿呢 看这一次真走了 走出来 他不是胃疼吗 他装胃疼呗 这小子刚反省就倒逃兵 这肯定是受不了这苦 跑了 他能跑哪儿 他敢下山 朱姓武从小在关内长大 从来没钻过林子 现在天快黑了 要是路上遇到野兽 他就危险了 得把他找回来 现在去场路的路 只有两条 一个是翻山的小道 另一个是玉木材的冰道 你们说他会去哪条路呢 你放心 那小子是个胆小鬼 他不敢走小路 他也不敢走兵路 他怕被别人看见 王勇 你马上带几个人 到冰道上去找 好 卫主席大哥 你们在这儿作证 郭文财 跟我走 我也行 小山东 小山东 王队长 我们走出来 又肃不理喻了吗 郭文财 这小子 整个好门死在他道啊 又看到了 不行啊 你这马上天黑了 得马上找出他 小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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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他走这么久了 咋还没看着人呢 小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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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队长 队长 队长到两天左右人了 走 再让我回去走 队长 小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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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火 小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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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人 小山东 快 小山东 快 小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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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山东 你看看 老代 这小子逃跑不去 不要脱 这孩子可能是偷出来干活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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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鞋脱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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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把鞋脱了 快 爸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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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refreshing 里边门 听说小猪怕吃苦泡的 它的胃病是装的 别瞎说 前几天小猪 那是天空反省 他脸呢挂不住了 挺好啊 小伙子 就是脸皮薄了点 不许瞎说了啊 姐 弄好了 那快送去吧 折腾大半夜的肯定是饿了 快去 小猪 快蒸热吃吧 一会儿该凉了 你别装了 俺知道你是犯了错 在庭宫反省 犯了错改了就是呗 咱们山东人可都是好汉 截止到目前为止 马晓翔作业大队 运到西州河口的木材 是两千九百立方米 赵世民大队运到 东河州河口的木材 是三千立方米 加上其他作业大队 咱们厂现在六千二百立方 咱们厂六千二百立方米的任务 完成了 哎呀 妈呀 我太高兴了 咱们厂这 这几个作业队 太能干了 说实话这段时间 可把他们累坏了 这没有压力 就没动力啊 人的潜能 真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你说咱们跟庆宾 进抄抄的时候 根本没想到他们完成 可现在咬咬牙 他愣是把这个书给拿下来了 你去还原了 前一阵子 我使了激将法 跟他们打了个赌 你们要能完成两千立方 我就买五十几烧锅的酒给你呗 可真的完成了 我下午就去买酒给他们送去 半个月的工资 做贡献啦 哎 帮我再弄五十几 我给一大堆送去 我 我这一月的工资就 你愿意不 愿意 我跟你说吧 我也愿意 那啥意思啊 这一百斤都算我头上吧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关不着一条啊 你脱架带口的 真是 哎呀 哎呀 关键是不是还得是书记啊 哎呀 书记啊 志明 哎呀 下午来了 哎呀 书记啊 先站长 您瞅一瞅 这啥 五十斤烧锅子 本厂长说到做到 本队长也说到做到 昨天三千一百立方米 已经运到入口口了 这五十斤酒就有这么大作用 当然起作用了 你想啊 我们二大队多大面子 那厂长亲自来给送酒 再说了 现在这酒谁买得起 有啥好招可不行瞒着我 有啥好招啊 还是我三弟们招好使啊 如果没有他那个流水作业法 我也不可能打着响炮 三弟 那还不睡呢 睡不着 你肯定是在想啊 怎么让二大队又赶到 我们前面去了 你说那二大队 怎么就能超主呢 你说二哥 他会用什么法子 让他们的产量上得这么快呢 我也纳闷的 按说我们一大队用的新法子 应该在整个临场是大头的 你二哥咋就组压怎么一头呢 我假的肯定他不会用 卫书记说的大头 那你说五十斤老烧锅 能有那么大作用 别想了 睡觉 你说我明天就去找二哥 当面问问他 他到底用了什么绝招 你想你二哥能告诉你吗 别想了 睡觉 我开心 快去 ב吧 走 走 他幾天 下 Secretary 我见到这是你 今天左方在哪家里 你看我 你看我 你闭嘴 你媤国 不要 有水大河满 花开花落又一年 老郑啊 你是吃着黄莲唱着歌 以苦为乐呀 我没觉得我怎么苦 我倒觉得我很幸福 因为我每每看到工人们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我这心里别提出高兴了 高兴我呀 没白下放 你也创造了奇迹 你发去幼苗情况的调查 引起了林业部的高度重视 也引起了国务院的注意 你是第二次引起了国务院的注意 咱就是实实在在地干点活 这是最重要的 这次请你回来恢复工作 就是想让你牵头挂帅 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老郁啊 这个生产指标 能不能再往下调一调 我想调 但是我说了不算 这是上面定的 省里一封又一封生产任务的 加急电报打过来 这种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看来还得去省里去呼吁 你是吃了一百个豆子都不潜心 还呼吁啥呀 你屁股被人打了一板 你还想挨板 我这个屁股 它不是坐办公室的屁股 我得下去跑 那会跑 这样解决问题 才能更实际些 还有一件事咱要解决的 下面临厂 新鲜化这个事 按照重序资金 重序在半年之内 把它解决了 这是解放生产病 这件事情我来做 这件事情做成了 下面的功能 更借头股 他们不骂我 我就知足了 我写这片林子怎么样 这片林子真不错 我告诉你们 你再过十年 你再看 那啥样子 我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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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过十年 采发的计划之内 谁干的这是 是有同意罚的 二大队赵志明 要求把这块林子 换到他的采取小号里 我这一合计 哎呀行 就点头同意了 马上下令 那边红松林 今天采发 被计划追了 为啥呀 为啥 约死森林采发 是要有计划的 那边林子你们都看着了 几百年的红松林 再说了 那不在金人的采发之内 为什么要罚呀 赶紧通知二大罪 金子采发 谁要罚 我那是师傅 为什么要取消 我的研究生保送资格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没有做错什么 那是因为 我学习成绩不合格 你是我最满意的学生 如果你能在学院深造 你将会成为 我们新中国新一代 林业理论专家 取消资格 就取消吧 大不了 我报考研究生嘛 怎么 我连 报考研究生的资格 都没有吗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你要是不告诉我 真实的原因 我就会这么 一直追问下去的 是你的家庭难以 你的爷爷奶奶 在中苏边境 黑河经上 有自己的面包厂 是个有名的商人 你的这个家庭背景 影响了你 也影响了你的毕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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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就说 省里把咱们青春局 还有其他几个局啊 今天的产量 这提高到 三十个地方